那对不起了 我没听过 太凉了 什么意思啊 哇 首富为了未婚妻刁难记者 太帅了有没有 小小爷的意思是 本能可以稍微高一点 疯了吧他 是啊 他用剧组一次性的杯子 给严重洁癖的江灵霄倒水 看他怎么死 不错 啊 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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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怎么没有柠檬啊 我上哪儿给你弄柠檬过来啊 云小姐 我知道哪儿卖柠檬的 我带你去啊 一百斤柠檬 是不是有点毒黑啊 毒什么呀 他不是要柠檬吗 对了 再给我拿个榨汁鸡 这可是您心上人用一百斤柠檬炸的 您的味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就多喝一点 志平 在呢 差不多了吧 开机吧 还有十分钟呢 对了 喝 咱们那个柠檬水还有吗 有 有的 你让剧组的工作人员每人喝一杯 喝完酒开机 行 太好了 那边 一人拿一杯 柠檬水 抓紧的 我这儿有县城呢 喝吧 行 谢谢萧总 怎么 不好喝吗 好喝的 好喝 没有萧总 好喝 你笑 这个水我不爱喝 我可以不喝吗 可以呀 不过这个剧里面 没你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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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哈哈 嗯 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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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聊了 过来拍开机照了 雪阳 哎 你是不是知道 这个剧组的开机照啊 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是猙獰的 都是被你的柠檬水给酸的 还不是因为江灵霄啊 真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面无表情的喝下去的 这回他可是帮了你 那要怎么样 还不是要赔他八千万吗 不过你放心 我还是会占你和太子爷的CP的 江灵霄算什么呀 我去开门 江灵霄 雪阳 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你和江总好好聊聊 嗯 嗯 你 江总 您先说吧 过几天 就是爷爷的生日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出乱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爷 我想我已经表明过了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同意过分手 而且我跟一柔情之间 你也看到了 没有那种关系 可你让我选了呀 我是让你选择跟我道歉 而不是让你选择跟我分手 好 那小爷来我房间 是知道真相了是吗 什么意思 既然小爷来我房间 那也知道我为什么选分手 您小姐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 小小就生病住了中证监护室 她给你打电话 一直都没打通 结果一着急出门就被车撞了 你跟我装什么装 啊 江家真是把你浇灌坏的 不要 我不行 你妹妹不是很缺钱吗 我告诉你别浪费我的时间 一会儿还有事 还有那件事 我也调查清楚了 她那天去酒吧找过你 但是在门口被保安拦住了 那个保安被一柔情收买 非得跟她说什么 你以后再也不会管她死活了 怪不得她不过一切 说什么也要离开江家 对了 还有这个 这个蝴蝶发卡 就是拍卖会那个 小姐刚来江家时 你送她的第一件礼物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个发卡 是小姐她母亲的遗物 你说什么 我说 云家破产之后 东西就拿去拍卖了 这是小姐她母亲的遗物 那现在东西在哪 现在还在阴柔情手里 阴柔情 可是小爷 阴柔情七年前救过云家 告诉剧组 封杀阴柔情 还有 把那个保安带来见我 我都知道了 是我的问题 我会让阴柔情 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你 所以 可以回来了吗 江灵萧 我这么多年 在江家受过的委屈 吃过的苦 我不会再去经历一遍了 瑶瑶 确实是我的问题 以后能不能 江灵萧 爷爷的生日宴 我会配合你回去演戏的 瑶瑶 出去 喂 喂 灵萧 我刚听领导说 你把我封杀了 一定是他弄错了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让把你封杀的 为什么 阴柔情 你别以为你干什么 我发现不了啊 我警告你 你现在就把瑶瑶的 胡提兄针 跟他送回去 你要是送过去 姑且我还能让你 拍完这部戏 灵萧 是不是雪瑶又跟你说 我七年前可是为了你 阴柔情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 把东西给我还回去 从此我俩恩断一绝 不然我封杀你一辈子 听到没 哎呦 姜姨 瑶瑶 你可算是来了 爷爷都念叨你好久了 瑶瑶来了 快坐吧 爷爷 这是给您的礼物 好好好 瑶瑶啊 什么时候 跟这个臭小子 生个娃娃 跟爷爷娃娃啊 老爷 给我做主啊 您给我做主啊 等一等 这不是张妈妈 怎么回事 老爷 就是因为云小姐 我被宵爷 送进了监狱 还敢嘴碎 拖出去 是因为瑶瑶了 那赶紧拖出去吧 一个个就知道瑶瑶 瑶瑶 待会儿就让她看看瑶瑶的真面子 就是因为云小姐 才把我赶回家的 老爷替我做主啊 老爷 够了 张鹤 还不赶紧拖出去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敢骂瑶瑶了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敢骂瑶瑶了 是吧 你这么没用的孙子 老爷 我总是针对云小姐 就是因为 她在国外怀孕过 打过胎 她那野种 就是于子顺的 你在胡说什么 放你的屁 云小你疯了 你就不能问清楚再说吗 萧嫣 萧嫣 我没胡说 你看 你看你看 这些资料 是我从云年 从他那拿的 你这个婊子从哪伪造的吧 对对 肯定是伪造的 老爷 我没有伪造啊 老爷 我没有撒谎 萧嫣 你是不是七年前 收过这个资料 当时是收了两份 其中还有一份 是在别墅的保险箱里 不是吗 于子顺 江灵霄 你能不能搞清楚 事情你在发怀啊 你就算不信我 你也先雪瑶吧 老爷 这个资料上 全是英文字母 我看不清楚 您肯定能看懂的 上面写着什么 轻功手术啊 还有什么 卵巢破裂 于小姐她一辈子 怀孕不了了 怎么回事 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 不只是流产 才需要轻功 腹部受到中枪 导致大量出息 腹部再有淤血 也会轻功 师哥 别解释了 姚姚 这些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爷爷 我没有办法再怀孕 对不起爷爷 我骗了你 我跟江灵霄 已经分手了 对不起了爷爷 我不能跳到江家了 姚姚 那你到医院 检查过了吗 你真的不能生育了 是的爷爷 那七年前怎么回事 你与子孙在国外 解释一下 没有什么好解释 我跟师哥 没有你们想象的 那么蜗虫 我没有怀过孕 我也没生过小孩 但是 伤确实是 那个时候受的 姚姚 不管你能不能生育 你都是我们江家 唯一的儿媳妇 是啊姚姚 不管怎么样 我们江家 是不会忘恩负义的 姜爷爷 姜阿姨 我嫁不嫁给姜灵霄 跟姜家是不是忘恩负义 没有关系 这些年 姜家对我 真的很好 很好 我早就把姜家 当成自己的家了 但是 我跟姜灵霄 确实已经分手 爷爷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喂 姜耀 姜灵霄 一年前 你以为 就你云江集团的资料 是哪来的 那上面 还流着雪瑶的血呢 那时候你在干嘛 你还在这儿 跟这位殷小姐 在雪瑶母亲 死的楼顶上 亲亲我我呢 殷柔情 你拿雪瑶资料 骗了我整整七年 还跟我说 要救姜家 风沙隐柔情 你不能这么做 去哪儿啊 关你什么事让开 八千万 什么 云小姐 不会是想跑吧 现在还在诉讼阶段 喂 张鹤 把云雪瑶住的这栋楼 都给买下来 除了她那间房间 我要搬到她对面去 请进 师哥 你找我 雪瑶 你没事吧 没事 师哥 昨天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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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啊 嗯 那个 我想给你坦白一件事 我想给你坦白一件事 雪瑶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姜灵霄 也一直放不下她 但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师哥 雪瑶 我马上就要出国 继承别的产业了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 我会好好对你的 师哥 完了 我想留在国内 我等了 师哥 谢谢你这么多年 一直对我的照顾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女孩子 什么 云雪瑶怀孕了 是的 丁小姐 我妈您的三夫啊 一直监视着她 她昨晚买了烟运棒 今天偷偷去了医院 已经确诊还原了 这个贱人 害得我害得那么惨 居然还能还 还能还上林霄的孩子 那丁小姐我们 江林霄知道了 她应该不知道 而且 据我们所知 余子山已经出国继承国外的资产了 这也是天助我 她想靠孩子上位 我偏不如她们 姐啊 那个人红答应我们的采访吧 就是那个新晋流量明星 都是沾了你的光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不知道吧 你那个断舍离的文章发布以后 不是被江林霄给告了吗 现在整个娱乐圈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那 本来人红是很难约的 但是知道这个断舍离是出自我们的公司之后 就答应我们的邀约了 赶紧准备准备 嗯 好 那马姐大概什么时候啊 就在今晚 她住的那个酒店 酒店 这种流量明星真的很难约的 就麻烦雪阳你加加班了 好马姐 徐小爷 徐小姐 还没回来 问一下张鹤 林雪阳怎么回事 您是断舍离是吧 是 您是 任鸿的经纪人吧 说说 真没想到 断舍离是这么漂亮的记者 要是您好力转行啊 可以加入我们经纪公司 谢谢啊 暂时不考虑 那个任鸿先生已经在房间里了吗 还没用 我们家任鸿很 断舍离小姐需要等会儿 啊 好 理解 理解 哎等等 断舍离小姐 您需要把您的电子产品交出来 请您理解 手机 录音笔 摄像机 都不能带 那 没有录音笔我怎么采访啊 辛苦您一下 希望您可以理解 我们家任鸿 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 媒体的台词 你们兴夜是第一家 好吧 这是相机 包里面有我的手机跟录音笔 请你保管一下 好了 断舍离小姐 您可以先进房间等一等了 辛苦您了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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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回事 这个房间不太对劲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小野 你手机是不是被拉黑了 我换过号码了 因为被拉黑专门换个新号码 这次我可不能占错CP了 别废话 开你的车 你就是那个记者 断骨铁 长得还不错 这一切 是你设计的 你发现了 本来啊 我以为是个苦差事 一个记者 哪里轮得到我出马 没想到 居然长得 比我合作过的女明星还好看 你这样 就不怕你的粉丝知道吗 粉丝 他们怎么会知道 再说了 也有不少粉丝 跟我干过这事 是谁支持你的 按道理来说 像你 你这样的流量明星 是不应该按算我的 是 只怪你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没事 别紧张 没事的 我会很温柔 别过来 我怀孕了 哎呀 我知道 那个人跟我说了 就是干掉你的孩子 别怕 一会儿完事之后 我给你拍几张照 喝点酒 保证你这孩子 审定掉 谁因柔情支持你的吧 不愧是段小年 判断力不错 不过你知道 又能怎么办 阴家和云江极端 你得罪得起 云江极端 哎 全国守护的云江极端 我也得罪不起 要怪 就怪你得罪了江灵霄 他们答应许你什么条件 摘掉你孩子 再给我投十部戏 我也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值钱 你个贱人 你给我站住 这人你给我站住 你站 传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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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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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精神 没想到他种了那个果 还这么有力气 废物 现在怎么办 摄护你的房间 好 好 欠了 力气倒挺大 张红 你也是个废物 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什么事 江林乔来几天了 已经在电梯里了 怎么了 他朋友来救他了 那那那怎么办 换 踹他的肚子 把他孩子给我踹一刀 他就不能作用 求求你 放过我的宝宝吧 我发誓 以后一定会离你们远远的 川雅 快 好 对不起 宝宝 保护不了你 你刚刚抬脚要干什么 小 校园 我 不是你跟殷柔情 让我对付云雪瑶的吗 殷柔情又是你 你们鹰家不想活了是吧 江林乔你敢 我殷柔情喜欢了你这么多年 你都不睁眼看我一下 居然会喜欢这个贱人 还让他怀孕 我就是要让你后悔 怀孕 林乔 我怀了你的孩子 小林乔你敢 你个贱人 还不去见不在好惨 现在还想害宵夜的孩子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 我还是来自我 你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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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